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持续来关注的是疫情发展 清明廉假的最后一天 疫情是持续的扩大 指挥中心在6号宣布了新增281例的本土案例 而其中花莲就一口气暴增了8例 花莲县政府是公布了确诊者的相关足迹之外 花莲县卫生局势特别发出了细胞简讯 呼吁足迹重叠者尽速前往快篩 第一个25185 他是一个直系急诊室的护理师 他在3月31号的时候 有跟我们23629 就在旁边那个23629同事一起用餐 他当时有采解PCR是阴性的 但是因为他有共同吃饭 所以被夸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是瑞尔利利文的朋友 他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 那他信息值是35.1号 那是信息值上蛮高的 他本身呢是在东巴大学在当学生 在今天的确诊课案的8位中 有5位 跟我们的餐酒馆有非常明确的相关系 而这个餐酒馆呢 有共同一个地方就是奥斯卡美式餐厅 所以各位 我们在后面所描述的这几个段 都跟我们这个奥斯卡美式餐厅有相关系 那他会在铃声路上面 他本身是一个音乐酒店 音乐酒吧 所以里面又有唱歌 可能又有跳舞等等 所以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 那所以去的地方呢 可能在吃东西 唱歌等等 他都口罩没办法戴好 所以造成了一个大量的好几个人的确准跟感染 所以从今天开始仍然继续在我们物理化的医院 为我们的乡亲服务做筛检的工作 那只是时间点稍微有点调整 那希望在这边来再次告诉我们的乡亲 从4月6号就今天开始到4月8号 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 这段时间在我们敏敏路旁的品车场 都有设筛检站 如果有足迹重叠 或是在有新闻简讯的 可以到这地方去做筛检 那4月9号4月10号是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筛检时间要回复到原先的那个样态 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在这边恳切地呼吁我们的乡亲 其实我们的同仁真的很辛苦 穿了很厚重的防护衣 那在这边几乎没有办法吃饭喝水 所以请去筛检的同仁 筛检的乡亲们 在减完之后 能够跟我们的乡亲说一声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